主料,南瓜泥430克,糯米粉430克,面粉60克,辅量,四至红豆沙150克左右,白糖30克,黑芝麻,准备好材料,要把好的熟南瓜泥,糯米粉,面粉,白糖,红豆沙,油成团,油成大小差不多的剂子,剂子按成圆,包进豆沙,包好的南瓜饼放在黑芝麻上按压, 做成了饼杯,为了能激发孩子的食欲,特意做了爱鲜和花瓶的,放油锅里煎,油温不用太高,以免里面还是冰的,煎成两面金黄,因为是晚上煎的,所以看起来不大美观,但味道还不错,烹饪技巧,为健康着想还是不要吃得太甜,加上南瓜本身就有甜味,果糖就少放些,红豆也是今天建筑的, 糖当然也放得少,红豆煮好或直接放搅拌机里的,方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稳期订阅XYZ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